因為我身陷真的是中間在偏高 然後柔柔 他們就會在我每講完一句話之後 就開始重複 老師我要去廁所 老師你要去廁所 一學我就會背脊發涼 當你知道你比不顧別人的時候 我就會很想去努力去證明自己說 我是不是要搞笑 我是不是要做更多 證明自己很厲害的地方 譬如說是我很會搞笑 我都人家開心 他們就會跟我很好 或是他們願意跟我玩 所以當我在做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很 我都會其實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可以掌握這麼多人的目光 我可以說故事 什麼 大家好我是阮月橋 我最近在看一個節目叫做 我們回家吧 那個節目在越南很紅啊 我都從早上看到晚上 我們既既出發 Let's go 背後 讓我們回家吧 讓我們回家吧 我會走怪曾經錯過的美麗 讓我找到你 去家喔好久不見耶 好久沒有看到你 哎呦來吃飯來吃飯啊 你吃飯了 好香啊 好香好香啊 這個店在門花人樹神店 神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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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變來變去 這個店好有名 在國中的時候 在這邊吃飯 我們補習一定要吃這間店 哦 所以是學生的愛店 超好吃 超好吃 我們以前在 我以前在那個 在以前補習的時候 然後只要有人提著這個東西進來 我就覺得好像 好像 就沒有辦法上課 就覺得什麼時候才能下課 這種感覺很 好啊 好啊 好 因為就要回來 阿翰 我想要在花蓮租一個公寓 然後就拜託你幫我找一個房子 這樣 來我們上四樓 哇這麼 四樓 我走得有點辛苦耶 你真的要加油了喔 硬杖量不夠啦 一看就租到 也太高了吧 阿姨自己走錯了 我自己走錯了 嚇死了 攤官一下 啊 廚房你也不錯耶 全部都幫你用好好 那你這樣房租多少錢啊 三萬塊 在花蓮租房 開玩笑一萬多 我到了差不多五年級吧 就是只要一下課 男生全部就會去打籃球 那個時候我整個是正 就是很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突然轉變那麼大 就是男生會變得更男生 女生變得更女生的時候 一個人坐在教室的時候 我就覺得完蛋了 沒有朋友了 那個時候就發現自己 開始會被嘲笑 然後尤其最嚴重是國中的時候 就是我只要一講話 因為我身線真的是 中間在偏高 然後柔柔 他們就會在我每 每講完一句話之後 就開始重複 老師我要去廁所 老師你要去廁所 喔 老師我要再認識 學你 然後我那時候是 就一學我就會背脊發涼 就是我會覺得 完蛋了 就是當你知道你 比不顧別人的時候 我就會很想去努力去證明自己說 我是不是要搞笑 我是不是要做更多 證明自己很厲害的地方 譬如說是我很會搞笑 我都人家開心 他們就會跟我很好 或是他們願意跟我玩 所以 當我在做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很 我都會其實都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我可以掌握 這麼多人的目光 我可以說故事 可是當有些人 他們也許沒有我 那麼有才華 他們怎麼辦 他們就會 一直在那個弱勢當中 爬不出來 當然我有時候 我自己的影片也是 會有點小細虐 但我永遠都會知道 我自己應該要去抓好 那個粉純 因為 你是弱勢的時候 你是真的很 很痛苦的 就是覺得 大家都是人 然後為什麼跟我們玩在一起 所以我就會覺得 真的好可惜 真的好可惜喔 我有時候 連我現在當Youtuber 我當那麼久了 都常常會覺得 為什麼我還是 都會害羞 都要看模仿來偽裝自己 因為我模仿的時候 是真的很自在 可是當我回到自己的時候 會發現 其實演自己超難的 就是當我這樣做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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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